笋中带排骨的香气 排骨带笋的鲜香 非常非常的香 排骨跟鲜水 这样做 汤色奶白 水鲜肉美 你看这汤色浓白的 大家好我是阿慧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鲜鲜的排骨 加入热水清洗 洗去水水 反复多清洗两次 洗净的排骨沥水备用 用厨房纸吸除排骨表面多余水分 装碗备用 鲜鲜笋去皮 去皮的笋用清水洗干净 切成滚刀块 放在一盘备用 再切几片姜 装碗备用 开始烘热 锅热之后加入食油油 油烧至冒烟后加入姜片 倒入排骨 排骨烧至变色之后加入水 开水 盖上锅盖焖煮半个小时 接着我们加入食用盐 8克给它入个精油 排骨炖鲜笋这样做 汤色奶白 水鲜肉铭 加一块冰糖 盖上锅盖 调中火 继续温煮到16分钟 好了 朋友们时间到了 实在是太香了 朋友们你看这摊色浓白的 最后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咸度 下入葱段 就可以出锅了 美味的鲜笋排骨炖就完成了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鲜笋汤的味道 鲜色浓白 味道非常的鲜 这个汤的香味实在是太浓郁了 嗯 笋非常入味 笋中带排骨的香气 排骨带笋的鲜香 非常非常的香 嗯 太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做看看 排骨也是非常非常的软烂 嗯 味道非常的鲜 朋友们 阿辉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